我第一期视频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 2017年8月24号 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年了 五年 你知道吗 所以我决定 从今以后我就退出了 我就不会再拍 会让我成为胖子的视频 最近你们应该都知道 这几个月我都比较少更新 其实因素还是蛮多的 但主要就是因为我都在玩 吃喝完了 从130斤直接胖到150斤 但一回上海 我立马就去办了一张健身卡 怒念两个星期 然后我肩膀就拉上了 然后就天天在睡觉 但是这两天我又悔过自信了 我决定继续开启我的魔鬼式终极减肥计划 所以今天 选最后一顿 嘻嘻嘻 哇 这是我最爱吃的 奶油火鸡面 我玩了 有点头发 Double 还有我最爱吃的炸鸡 可乐 但这些东西平时吃其实没什么 但是你有发现吗 如果你在减肥期间多吃点这些 你脸上就会冒一些 幸福的微笑 开一旋 哇 还是这么劲道明镜 不开玩笑 今天呢主要就是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魔鬼式终极减肥行动即将开启 小想客 准备就续 绝对不是因为我想吃 炫个鸡块 当然以后也不是不吃 我之前减肥都是不吃东西 那样其实不太健康 虽然有掉体重 但是掉的大部分都是水分和肌肉 那这一次我会加入这个有氧和无氧训练 还有健康餐你们也知道 营养要补足嘛 所以以后呢 我基本上就不会再吃这种高热量的食品了 除非忍不住 再倒上这个辣酱 哇 怎么这么辣 哦 怎么是双倍的 双倍辣 那我的计划是这样了 我准备每天拍一张裸照 来记录我这个身体变化 目标身形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差不多三个月见一次效果吧 那么差不多9月份开始 12月以后我就会发布这个视频 我就会发布一个瘦身成功视频 如果没发 那我就一月再发 发布开玩笑 不出意外 12月以后我一定发 不管念的怎么样我都发 但是我不敢保证12月就一定能念成这样 念不成这样 那我又继续念下去 直到成功为止 我相信最多不超过半年 暴风洗露 总之就是12月以后 我一定给你们一个结果 对吧 这次没有反转了 那在我以后的视频当中呢 我也会少做这种大吃大喝 这哭吃海赛 暴风洗肚子 尽量还是以好玩 好奇为主 除非那天是欺骗餐 不要再欺骗餐了 再选一个鸡腿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招 这样捏住 这也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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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换你们给我放